大家好,我是范氏啊 今天来抽过奖啊 以前啊就是我抽奖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啊 就是在头条上面粉丝超过一万就可以抽奖了 低于一万是不能抽奖的 在别的平台比如百度啊或者是B站啊 你粉丝没有超过一万是不能抽奖的 大家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同名作者 然后你跑到今日头条上面点下关注啊 然后进行抽奖 前几天前几次啊抽了不少啊 只有一次啊一个德森的PL575还是还是545忘记了啊 一个广州还是广州那边一个网友啊抽中了啊抽中了一个机器 其他的全部都是那种 好牛好牙毛的那种就是就是在那个抽奖圈里面啊 因为抽奖里面每天有个很多博主在抽奖 他们就是转发关注转发关注 然后没中就在取消关注 然后再重新再告再再这么操作啊 这样一个情况呢 好处是什么是人能平等 人能平等无私 但是呢坏处是什么 真正喜欢你的粉丝 喜欢你的铁粉 关注你的人 他们是没有拿到奖品的 这是弊端 对吧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弊端 你没有办法得到啊 还有这情况呢 这个冲出去抽奖送出去的东西啊 确实是不错啊 这样你要放给放福利一样免费还不管运费 对不对 然后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 我遇到很几次啊抽送出的东西啊 人家说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怎么使用 他都不知道 怎么开机都不知道 理不理解 就是很大一种困扰 而且这是个旧的产品 而且很多人变不喜欢 他根本就不对你的东西一概不知 就是抽的好玩 结果他运气就是那么好 正假了 跟我买二手东西一样 就是便宜 我就是买了 还能用 有些人运气爆棚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一次啊抽奖 我从西瓜视频里面啊 就是跟那个北京那个测评人啊 那个李老 李那个李老鼠学的啊 从粉丝里面 强烈点赞里面啊 进行抽奖 西瓜视频里点赞啊 抽奖就是说 谁的强烈点赞 关注率最多 对你 然后就可以抽取几位啊 你说我自私 说我内定都可以啊 但是你得达到这个名额 才让我内定的内定的范围之内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视频里面啊 大家看到我之前买过很多东西 收音机电视机 对吧 然后什么 录音机没买过啊 手表 还有一些看上去的七七八八的东西啊 然后主要是偏偏通电这块玩意啊 然后呢 之前买过不少的手表 对不对 问的最多的就是很多人 找梅花 找劳力士 找奥米嘎 都找过啊 找收音机 找电视机的都有 还有找录音机 对不对 都有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从我买了几块手表之内啊 我拿出两块 我送给网友 这里说一下啊 很多人我找东西啊 大部分都是放鸽子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 很多人说 大哥这个卖多少钱 那个卖多少钱 给我留言了 大部分我没有回复 有些回复了之后呢 他也不会买 还有一些呢 我没有回复了 我实际联系他了 他也不会要 大部分都说 我就问下价格 至于他干什么用的 我都不知道 大部分就这样子啊 然后呢 我拍了每一个视频 都告诉你 我多少钱买过来的 但很多人会想 你买的东西 你多少钱买过来的 你要卖多少钱 你卖这么贵 你这么坑 我还想告诉你一句 我前段时间两块钱买的张彩票 挣了五百万 我今天告诉你了 你要给我封吗 就是这么理解的啊 然后现在来找这个网友啊 找一下这个 我进入西瓜视频里面 搜索同名作者啊 就可以找到了啊 然后找一下网友进行强力 西瓜视频这里有个好处 就是强力点赞的时候 他能看出来啊 这里有一个网友啊 我看一下IP 湖北啊 这个人 这个认识 这个网友认识啊 这个叫 钟情仪式啊 钟情仪式 在我的头头里面点赞啊 不低于99个了 下面是99个家 这是个男的 应该是个男的啊 嗯 我还有你微信 对不对 现在找我聊天来着 还有一位叫 这个叫什么 兵力啊 兵力 兵力一三一四 这是广西的啊 这个是真情仪式啊 上面是有的啊 这能看得见的啊 兵力一三一四 然后真情仪式呢 我淘了一块手表啊 一点心意 我看你提供完 闲文表的啊 东风十字线啊 这个表送给你 老表 老表啊 不是那种什么三千 三千那个三千说表 不是那种表啊 我这是老表 东风的啊 十九转啊 带十字线的这个表 20块钱买的 然后这个表门子 我花了15块钱 大概就是35块钱成本 然后保养了一下 就是成本就是七八十块钱左右吧 然后送给你啊 包运费啊 我出运费 然后这个兵力一三一四 这个女孩子啊 这个女孩子我 我看一下你到底是玩啥的啊 这个女孩子还关注我呢 不不容易啊 不容易 大美女啊 好像年纪比我大哟 应该四十出头了吧 射击影视啊 你们自己关注他一下 兵力一三一四 然后 我送你一块啊 海鸥全 不海鸥的机械表啊 女表 机械女表啊 这个表好像是花十块还是二十块买的 最开始买的啊 然后上发条就走啊 不应不应保养不应保养啊 不应保养 这个叫兵力一三一四啊 看到联系我啊 就是你你练甘情的啊 谈那个古增 谈古增啊 一个女孩子啊 中情仪式你知道吧 湖北武汉啊 自己对自己爱迪是对号入座啊 中情仪式啊 男表那个兵力一三一四女表啊 两个表啊都不错啊都不错 我这里说一下 如果说不喜欢 我生存不喜欢 你可以挂到网上卖出去啊 对不对 你能赚钱啊 对吧 对于我来说是小钱 对不对 你说哎我不喜欢能换东西吧 这个暂时换不了啊 你放网上卖出去吧 对不对 如果不喜欢放网上卖出去 多好对不对 暂时抽了两位啊 一男一女 为了公平起见 为了公平起见 一男一女 有兴趣可以去吸 西瓜视频搜索 投名作者啊 然后上面有一些强烈点赞 还有一些点赞的 这点赞的次数都能显示 点赞到一定次数了 会显示一个帖方两个字 然后呢 点进去有个 你点赞多少次 我都能看得见了啊 这都我都能就是吧 都能明白啊 那些人呢 我不能说那个啥对吧 嗯 回复一下这个网友啊 回复一下 还有就是大家看到我发现东西啊 视频我的东西买都是绝对真实 绝对 绝对真实 是太真实了 然后呢 最近又到什么情况呢 我前几天啊 在那个 河边啊 买菜的地方 然后看了一个大爷 卖了一个那个随身厅给我 对不对 现在去的时候 现在以后去的话 可以戴口罩了 一起来就会议论风风 哎 就是这个小伙子在我这买了个好东西 啊 他买了个好东西 那个东西不错 买了个好东西 那个好东西 然后现在呢 去挑了市场 或者个人市场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干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看到一块表 一块不错的表 然后我说多少钱 我说五十 人家说不愿意 八十一百的 然后买了之后 我一放下了 放下之后面就些人跟着啊 就围观 哎 这个家伙 专门买便宜货 这个表肯定 肯定值钱肯定可以啊 这个肯定好 然后说我放下的时候 他们会全部拿起来 就是可能他们会买走 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遇到过三次了啊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所以以后我尽可能不出镜 第一是隐姓蛮名 第二为了逃更好的东西 第二就是 这是能怕猪 能怕出名猪怕赚 对吧 这如果太出名的话 以后买东西啊 就不好砍价了 啊你专门讲了 我能便宜卖给你吗 就是不愿意便宜卖给你 以后出门的戴口罩啊 不管有没有疫情啊 以后就尽可能不出镜了啊 大家就理解一下啊 我出镜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有些人盗取我的视频 他进行二次剪辑 然后呢比如说 我说了前面一部分 他把后面一段部分视频掐进去 变成他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他放了宣传他的产品 然后进行买卖啊 那种二手东西转烂啊 大家都知道这种产品啊 在对吧 五八赶集有一个转转 淘宝有个咸鱼对吧 对吧一些转烂的时候呢 这个谁谁他也买个这个同款的 他都说不错 然后就好像把我变成一个推荐官一样的 至于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不错 我都不知道 这是有些人举报过 特别是在网易视频上面看到我的视频的 那都不是我本人发布的 所以我后面才出镜了几次 一般我是不出镜的 因为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二手的跳蚤士的产品 就是一个垃圾玩意 你都是拿最少的钱去玩他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家里穷没有钱 以前没玩过小时候穷 找了一份小说的感觉对吧 有人说你这一次去市场就买了一个这个玩意花了几块钱 这个怎么说呢 你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去寻宝简陋 你才能玩的高兴 你如果是每一次都拿东西去淘汰的话 说句不好听的市场每一个东西都买过来你都能赚钱 对不对 你以为你买的怎么比晚上便宜啊 比如这个东西多少钱买的 你晚上一烧就知道是多少钱 对不对 你烧便宜一半 你都能赚钱啊 你比别人便宜10块钱都能卖的出去啊 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 对吧去一趟一些人 发布一些东西 减市场的对吧 逃货的 你卖到晚上去随时便能赚钱 对吧 这谁都不是傻子 为什么我买东西有时候 为什么我宁可买一件我自己喜欢的 我宁可扑个空 浪费有钱 我都愿意买一个喜欢东西 就是我不想因为这样子 一个爱好 你把当成一个事业做是能做成功的 也能强大 但是呢 你慢慢有了商业目的之后 你买的目的就不存了知道吧 很多老是想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我会怕不多说啊 说那些没有用啊 一些人他不会理解你 没有必要啊 黑粉嘛 得有机会啊 给黑粉抽资奖 因为有些黑粉啊 我就是送给他一个东西 让他看到真实性 好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啊 两位粉丝看到 联系我一下 那个 钟情一世 兵力一三一四 哎呀 这名字还挺挺顺的 兵力一四 盛情一世 兵力一三一四 后面都是四 好了 视频就这样啊 到此就结束了